主席 來的發展還有我們對因應將來的挑戰 我們應該強化我們在哪些方面的體制 主席您之前有說過要升更基層 然後今天又來幫大家上課 有人會解讀說在培養自己的心血 我覺得近來有些事情 外面的這種解讀真的有些過度了 很多事情我們不需要朝複雜的面向去解讀它 把它當作一個整個政黨在因應台灣的民主化的過程中 它所需要的扮演角色的定位跟它所應該做的努力 主席這次的黨主席選戰 大家有解讀說有點選邊站的意味 就是徐憲民她曾經公開表態說 她要支持你選2016再戰2016 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次有很多人參選是好事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整個選舉的過程 可以讓外界感受到 民進黨是一個民主的政黨 他的競爭都是公開的 而且他的候選人都可以提出 對民進黨的未來的看法 還有對很多公共議題的看法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政見 那我們也都應該給他們尊重 那倒也不需要去做過度的詮釋或過度的解讀 這樣反而會讓整個選舉的焦點被模糊掉 會覺得許主席有人在消費您的感覺嗎 我剛才講的話就剛才那些話了 謝謝 那政治獻金16號申報最後一天來自己處理嗎 我們不是申報了嗎 應該是 如果禮拜五我們沒有在時間之前 下班之前交的話我們禮拜一就會交了 我們已經都準備好了 主席再一個那個許主席的問題 他拋那個兩岸關係委員會 你怎麼看他拋這個 為了黨的要存立這個計劃 這個在現在為止是一個參選人的政見 我也不予評論 那這個讓我們的黨員們來自行判斷 謝謝 謝謝